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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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还给我的话 你就再也见不到哥哥了 小春花回到凤鸣山庄开心吗 是不是因为萧白才不轻薄哥哥了 妹妹这个反应是承认了 哥哥 上次一别 哥哥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到我 今日偶然路过 发现你在找冰残珠 哥哥 我真的是一时情急 你看 情急的时候想到的也是哥哥 下次再还给我的话 你就再也见不到哥哥了 哥哥 哥哥 你能不能带我去传奇谷 千月洞洞主罪大恶极 从不做善事 但既然是妹妹的要求 那哥哥一定得答应你了 你就这么喜欢那个傅夫人 她人很好 怪不得你之前让我去求她 内心软弱有什么好呢 傅罗迟早被她害死 如果不是因为她 千月洞 传旗鼓 凤鸣山庄 三族鼎立的局势就不会僵持到现在 我见过傅罗 她行事果断 心狠手辣 但也绝对不是那种 有勇无谋的人 她要是能寻到个病肩的女子 早就可以在这混乱的江湖上更上一层 可她就找到了尤思夫人 心软 善良 她还体弱多病 傅罗倒是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她才不轻易让她出谷见人 不过小春花倒是很特别 你是最早发现傅罗软肋的人 也许 这就是让我放弃永生 也想寻找的爱情